这段时间我们来关心的是国际间的焦点了 英国的保守党1922委员会已经宣布 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之下 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他正式获选继任为英国的新首相 苏纳克他原本的竞争对手 有保守党下议院的领袖摩丹特 还有前首相强森 但是两个人最后都因为没有办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者 还有自愿退出选战 苏纳克呢最后就顺势成为了首相 而他将会成为查尔什三世守卫任命的新首相 在英国面临通膨高涨还有经济持续放宽的艰难时刻 苏纳克在党内被视为能够稳定市场的救星 作为英国首位印度裔的首相 苏纳克他誓言将会以自己担任过财长的经验 帮助英国度过经济困顿 只不过他可以说是肩负重担 如果上任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改善英国的经济现况 恐怕也难逃提早保守党大选 丢掉政权的命运 好但是呢我们继续来看到 苏纳克他其实呢已经得到党内的支持了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确定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 苏纳克呢在跟前英国首相特拉斯竞选期间 他的对中外交政策上 似乎和他任职财长期间立场不一致 苏纳克呢在上一回的竞选承诺当中 主张大陆是对于英国国内还有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 但是继任首相之后 英国将会跟大陆市场友好合作 还是果断来做脱钩呢 现在可能会牵动英中关系 未来五年走向 随着前首相强森宣告退出党魁角逐战 今年42岁的钱财相苏纳克 目前已获得超过四成保守党籍国会议员支持 网友更是笃定他会直接接任英国首相 我认为瑞士与苏纳克应该真的要进入 然后再进入 罗里斯是太多的危险 它是很好玩 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再会再次 而这回苏纳克终于有机会兑现选举承诺 我的邮件和国家是简单的 我还有一个计划 把我们的经济通过这些领域 外界也聚焦苏纳克在任职财相 以及先前与特拉斯角逐首相大卫期间 对中外交政策上的转变 苏纳克任财相期间自称侵华派 表明因中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 双方需要建立成熟平衡的关系 然而竞选期间立场却大转变 苏纳克批大陆企图霸凌台湾 更承诺将保护科技新创业免受中资入侵 在五眼联盟当中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和强森 表态与大陆脱钩的人选 似乎都没有落得好下场 苏纳克的对中政策再次被外界放大解释 究竟是主张与大陆市场合作还是脱钩 成了上任后的首要难题之一 而英中关系也将在新任音项上任后 出现转机 记者陈先波了 中共的二十大财刚刚落幕 北韩又开始做军事挑衅了 好没有想到南韩还透露 北韩商船越界 南韩的军方随即广播 并且鸣枪驱离 朝鲜半岛情势再度紧张 南韩军方表示 当地时间24号凌晨3点42分 一艘北韩商船在白岸岛附近 越过了北方界线 军方广播警告并明枪射击 北韩则反指南韩一艘军舰 凌晨3点50分 于西部的海域越界2.5至5公里 北韩军队发射了 十发的炮弹射击 北韩9月起密集的发动 导弹射击演讯引发了 东北亚局势的不安 传出美国空军负命也执行了 轰炸机特检支队任务 派遣至找4架的B1B轰炸机飞抵关岛 以应对持续紧张的局势 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俄乌战争 俄罗斯一艘军用苏凯三菱战斗机 坠毁在西伯利亚一栋名宅 两名飞行军官丧身 而这是6天以来 第二起射击苏凯战斗机的致命事故 另外一架苏25攻击机 一日前也被乌克兰防空飞弹击重 就在飞行员被抛出机外 打开降落伞的瞬间 战机被炸成了一团巨大火球 飞机零件炸得四处乱飞 另外日夜赶工生产军火的 俄罗斯军火工厂也遭到飞弹袭击 滚滚浓烟直冲天际 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 记者赞货报道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